要提醒您最近天氣相當炎熱 外出記得要多補充水分 今天氣象局發布了高溫資訊 包括彰化以南 以及大台北盆地 宜蘭地區 甚至是花蓮縱骨 今天的高溫都有機會 飆破三十八度以上 而市場昨天在花蓮 就已經測到了三十八點八度的高溫 刷新了當地今年的最高溫記錄 也幸好週三之後受到南方水氣的影響 有機會為部分地區帶來降雨 稍稍降低暑氣 太陽高掛溫度狂飆 酒店等公車的民眾也受不了 統統躲在輸贏下 全台熱報氣象局也發布高溫資訊 全台灣基本上都是在三十二度以上的高溫 其中在彰化以南的內陸 還有在大台北盆地 宜蘭地區 都會有來到三十六度高溫以上發生的機會 另外在花蓮的縱骨 甚至會有三十八度左右高溫出現 全台成的紅番薯受到太平洋高壓持續影響 尤其花蓮高溫持續有飆迫三十八度可能 原先七月十號就已經在花蓮縣佐西測站 測到三十八點八度 刷新今年當地最高溫 而目前測到的全台最高溫則是在六月十四號 在台東縣泰馬里鄉達到三十九點二度 高溫炎熱卻也得留意南方熱勞洞 可能潛藏颱風發生機率 那禮拜三之後的話就要留意在目前 在菲律賓東方的這些熱帶雲系發展的跡象了 不過這些熱帶雲系的話 大概在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會逐漸的靠近台灣附近 它的水氣會為台灣的花蓮台東 以及恆春半島帶來一些降雨 受到南方雲系影響 週三到週五水氣較多 但發展成颱風的機率不大 有在觀察 面對夏天正式到來高溫不斷飆升 民眾也得多留意仿晒多喝水避免中暑 記者吳正宇 黃教委 SNG小組 台北新聞報導